全大運 全大運執行辦公室已經在9月12日正式啟動 代表著全大運準備的腳步正式開始 現場除了有跆拳隊精彩的表演 還有熱舞社為現場劃開序幕 108學年度中正大學全國大專運動會精彩可騎 副縣長特別關心我們這附近的交通路線 他已經答應說要把我們的學校附近的路整個翻修一間 剛好藉由這個比賽就是把校園的室內室外場地都更新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就是可以讓比賽的球員很安心安全的運動以外 就是還能夠留給之後的學弟妹使用 全大運在中正舉辦 其中大家很關心的是 關於全大運的志工服務時數問題 是不是能抵免畢業門檻 我們有這麼好的運動場館 我們已經辦過兩屆的全大運 我們有提供服務的時數 去做一個爭取志工來做協助跟幫忙 那確實因為我們要辦理兩萬人的整個選手教練 還有一些貴賓總共兩萬人 所以需要很多的志工來學習 有些是專業志工 那他的這個就是可能依照他的個人的學習領域 來做一些分類 有些是一般的志工 去年有將電子經濟納入全大運作為示範項目 但中正大學則因各種因素上有商討空間 這次我們電競的部分我們有極力的爭取 這個部分在教育部的一個考量當中 他就是說辦過之後 他所產生的一些問題 還有一些整個設置的費用相當的龐大 所以在今年有考量 也就是說還需要再做進一步的評估 我們加起來是有17個運動種類 裡面它包括剛剛提到的教練還有高爾夫 這個是我們新加進來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在這17個運動種類 19個項目都能夠有它的特色 中正大學強調 除了優異的運動設施 同時也會結合在地的鄉土民情 展現嘉義地區的熱情 中正醫報陳九中中正大學報導